47岁中立体减薪潮发型,小12岁老公难以接手,两人吵架两天。 近日,综艺节目举杯呵呵呵第二季正在热播,该节目每期邀请不同的嘉宾到呵呵呵小馆实体店聚会,一起聊天。 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,邀请了钟立体与张伦硕这对夫妻作为嘉宾。 节目中有一个环节是让夫妻两人互相写出令对方生气的地方,其中有一个话题是我为什么不可以。 中立体提到了张伦硕曾经因为自己理发的事情生气。 当时钟立体剪了一个十分新潮的造型,将后脑勺的头发剪掉一部分,剔了个V字的造型,造型里面还刻了一个画。 中立体觉得 中立体觉得这个发型非常的酷,非常的潮,但是张伦硕却接受不了,还因此和钟立体吵了两天的架,张伦硕直呼自己快要气死了。 对于老公的生气,中立体非常的不理解,张伦硕则表示中立体是三个孩子的妈,做这样的发型会影响到孩子。 中立体觉得这个发型会影响到孩子的妈妈,做这样的发型会影响到孩子的妈妈,做这样的发型会影响到孩子的妈妈。 参考来源。 中立体觉得这个发型会影响到孩子的妈妈,做这样的发型会影响到孩子的妈妈,做这样的发型会影响到孩子的妈妈,做这样的发型会影响到孩子的妈妈。 。